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景田耀文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点赞 好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重庆江苏两省部高官轻生同日神秘死亡 张继科用景田私密视频换钱还赌债 细节曝光 习近平抑郁悬崖勒马 内政外交突然热闹 中国经济埋炸雷 打工人露宿街头 桥洞一位难求随时引爆 终于去除PCR 中国宣布两岸航班快筛取代 广州扫墓要先人改名 先人名字不能包含敏感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重庆江苏两省部级高官 亲生同日非正常死亡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两名省部级高官同日非正常死亡 据官方分别发布的复告 4月1号前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 因病在北京不幸离世 享年72岁 同时4月1号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 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张鸿兴 不幸离世 享年55岁 据消息透露 这两名高官都是因为抑郁而轻生 昨天早上重庆市张鸿兴 智丧工作小组发布复告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 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张鸿兴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3年4月1号 17时34分不幸离世 享年55岁 昨天晚上江苏省罗志军 智丧工作小组发布复告 2023年4月1号 第13届全国政协常委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 中共江苏省委员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罗志军 因病在北京不幸离世 享年72岁 据消息指出 官员如果正常死亡 一般用逝世 非正常死亡则用离世 这两名高官都是因为抑郁而轻生 有传是坠楼死亡 过去几年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 任学峰湖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曾万明 滇津市市长廖国勋自杀 官方发出的复告 也是用不幸离世 罗志军是罕见自杀的前省委书记 他出生于1951年11月 辽宁人高干子弟 父亲罗文是解放军少将 他长期在共青团中央系统工作 曾任共青团机关报 中国青年报秘书长共青团中央常委 兼实业发展部部长 并担任中国青年实业发展总公司董事长 被视为团派 1995年罗志军空降江苏 担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2001年任南京市市长 后来担任南京市市委书记 江苏省委副书记 省长省委书记 是第17届中央候补委员 第18届中央委员 据悉他深获团中央老上次李源潮赏识 李源潮曾任江苏省委书记 中央组织部部长 国家副主席 江苏是经济强省 省委书记一般都高升国家领导人 但罗志军协任后 只安排全国政协常委 至于同日离世的张鸿兴 则长期在家乡江西工作 曾任上饶县委书记 南昌市常务副市长 辅州市长辅州市委书记 后来担任江西副省长 省长省委常委 省政法委书记 去年调重庆担任市委常委 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奥运金牌选手张继科 500万元借局遭公开 用景田私密影片 抵赌债细节曝光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女星景田被爆出 遭前任男友奥运金牌 乒乓选手张继科 以外流私密影片作为敲诈 记录事情的记者李维敖 2号今天再度发布长文 给出回应 表明自己会积极应对的态度 而且还真诚向景田道歉了 同时贴出张继科的 500万元人民币结局 据李维敖所说 他早在20年的时候 就知道张继科欠了不少外债 而且因为赌博更是负债累累 当时李维敖就想过要写一篇文章来揭露此事 接着最近这段时间有人曝光张继科的消息 他选择站了出来 说出了自己知道的很多事实 因此甚至受到了张继科粉丝的网报威胁 李维敖表示自己认识一位S先生 张继科欠S先生很多钱 S先生讨债张继科给了他几段关于景田的隐私视频 S先生找到景田要钱 让他带张继科偿还债务 为了逼景田还钱 他把张继科的欠条和景田的隐私视频 给景田的经纪人看 最终景田选择报案 此案一审 S先生被判有期徒刑7年罚款5万 S不服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张继科在此案中作为证人身份出现 承认拍了隐私视频 也承认给S先生看过其中一段视频 最终S先生坐牢 张继科在2022年前后还了100多万 李维敖公开张继科一张500万元的借据 上面有着张继科的签名 以及清晰的指纹 李维敖直言 张继科利用泄露景田的私密视频 来偿还赌债的做法 是事实无疑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香港知名作家颜纯沟 在他的Facebook上发表文章 习近平抑郁悬崖勒马 内政外交突然热闹 民主国家想温水煮蛙 文章说 二十大后习近平匆匆出访俄罗斯 近日又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 西班牙首相桑杰士出席博奥论坛 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访华 4月起将有巴西总统卢拉 日本外相林芳正 法国总统马克龙 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等也要来 美国财长耶伦也准备访华 布林肯访华取消后 据说也在和中方重启安排 外国政要落异于途 中共借这个外交荣景 来拯救脾不能腥的经济 经济上 中共突然对私营企业大献殷勤 银行推出鼓励私营企业的放款优惠 马云被劝回国 地方政府甚至准备在法律上 对私人企业违法乱纪网开一面 中共内政外交突然热闹 是二十大后 中共重启外交与经济的重大国策转变 它建基于中共空前的政治危机 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得罪全世界 三年病态防疫使经济陷入泥造 中共一夜醒来 突厥大事不妙 原来已站在悬崖边上 往前几步就坠入万丈深渊 顿时下出了一身冷汗 大凡一国领袖 应该高瞻援主 未雨绸缪 可惜习近平缺乏自知之明 又不可一世 对国际与国内大局缺乏深刻认识 只管满足个人痊愈 一味胡搞 搞到事情不可收拾了 这才死死气认怂 近日中国与新加坡签署联合声明 一致同意建立全方位高质量的 前瞻性伙伴关系 说到前瞻性真是令人笑破肚皮 习近平但凡有一点前瞻性 何至于弄到今天这般惨淡局面 早十年八年习近平就应该看到 今日的处境 他就不应急急搞什么战狼外交和 国际民退 不是不想搞 而是根本搞不起 既昧于全局又昧于前瞻 一味蛮干很过瘾 却不顾及有朝一日将被人碾压 现在把事情做过头了 想要缓一口气 又要放下身段低声下气 不但做得很难看 更为时已晚 因为拜登政府多次主动与中国联络 被回忆冷面孔 有人批评美国太软弱 又要养虎为患 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 我认为拜登政府以竞争为基调的 国际关系主轴还是行得通的 拜登对中共采取的对策 从一开始的定调 就是凭实力和别国打交道 所以竞争为主 能合作则合作 需要对抗也可以对抗 为此拜登政府纠正了川普时代 美国第一的政策 先与欧洲日本修豪 小以厉害 说服他们对付共同敌人中共 但拜登政府又不想短时间内与中共翻脸 因为中共还有相当实力 而俄乌战争后 俄国变成即时危险 美国不能同时与中俄两国开战 美国的国际战略变成是 先消灭俄国 再回头对付中共 先硬干中共 削弱它的实力 等它更衰弱时再来收拾它 这一两年来美国之旅在外交上建立反共统一战线 这已经基本完成 其次是说服西方盟国 在自己国内肃清中共影响 清剿中共活动 先安内后让外 再次是经济贸易关系上盯紧中共 不使它成绩使坏 再次是高科技上全面围剿 让它失去生存发展空间 最后是支持一切被中共欺负的小国 包括台湾 使弱小国家都不再惧怕中共 美国采取的应干政策 在短短一两年之间大见成效 这便是造成中共外交与经济困境的最直接原因 美国的软刀子割肉 没那么疼 但会令中共失血 逼狗入穷象 疯狗会反身咬人 反之把疯狗困在穷象中 饿到它奄奄一息 那时要取其苟命 则易如反掌也 美国不但希望保持与中共对话 也说服日本与欧盟对华关系掌握分寸 留一线回旋余地 让中共打也不适合也不适 经济与外交同时陷入泥造 生存都成问题 还奢谈什么斗争 此所以习近平反而只是花架子 面对百年变局 共同推动的大话只是自欺欺人 悬崖就在面前 往前一步无死所 那时只不过是百年大变局中的笑话而已 西方为了中共40年 被中共谋了40年 最后把中共养成西方最大的威胁 幸好西方醒得快 再迟几年 一切反过来 便是中共碾压西方了 被骗一次是大意 再被骗一次就是蠢蛋 至于大陆内部要重启经济 不取消国际民退 不回到自由市场 一切都是花架子和幼儿 自中共建政初期的公司合营 到刘少奇的三字一包 再到邓小平改革开放 最后落实到习近平的穷凶极恶 中国人屡受骗屡吃苦 至今还不行 那就是咎由自取了 神仙难救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经济依赖农民工买雷 打工人露宿街头 桥洞一位难求随时引爆 中国经济衰退 失业超席卷全国 即使是北上广等发达城市 也传出到处是找不到工作的 打工人露宿街头 城市中的桥洞还要收过业费 有工作的外卖员 也因收入下降 不得不睡帐篷 有分析指出 眼下的中国形势 比所有人预料的还要严峻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三年清零重挫经济 大量企业倒闭 一线城市包括北京 上海深圳 失业人口都大幅增加 流落街头的流浪 看直线上升 中国二三线城市更惨 解封已经四个月 如今只有零星的低薪工作机会 许多商业街大白天 却宛如鬼城 一位长春市民表示 现在的临街店铺 大量空置 甚至连卖黄金的店都黄了 租不起店铺了 往年天天招临时工的大厂 全数停止招聘 找不到工作的打工者 又怕企业一旦恢复招工 错过机会 只好在街头流浪 随时准备应招 火车站路边桥洞 都有人抢位过夜 一名上海打工者 自称已经流落街头 有时也住在公园里 另一名打工人表示 很多人失业住在外面 有时候还被官方人员驱赶 深圳晚上有时候 就往地上喷水不让过夜 因为大量企业倒闭 店铺没人续租 也有一些流浪打工者 到倒闭废弃的店铺 旅馆里抢占床位 里面有被子有沙发 还能睡个安稳觉 还有上海打工人 自备帐篷随时移动 白天送外卖 晚上就搭起帐篷过夜 网传一段视频显示 一名外卖员在公园的树下 搭起一个小帐篷 正在吃饭 美团的外卖单车 就停在帐篷旁边 这名外卖员说 现在单子少 单价又低 外卖收入太低了 他还用手笔或者说 周围一带都是外卖员的帐篷 社交媒体油管上 还有自媒体 将网络视频做成一个合集 展示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 打工人露宿的惨况 很多人夜晚就裹着被子 睡在路边 工地 天桥 甚至其中还有大学毕业生 其中一段视频显示 上海一处桥洞 已经住满人 一味难求 视频拍摄者还说 桥洞洞主 还要向住在这里的人 收取每晚五块钱人民币的过夜费 他没有公开说明 桥洞洞主的身份 但在中国 公用设施 一般都是归官方所有 海外时评人士 梁京分析指出 外资意外加速撤离 引发的失业潮 只不过是压倒中国经济 长期预期的最后一根稻草 表面上看 问题是习近平和他的班子 对中指清零后 外资工厂大量撤出 订单急剧下降 完全没有预料到 而随后权力交替 又耽搁了不少时间 不过在这些现象背后 有更为系统性的原因 从主观方面 习近平新班子管理经济的知识 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严重不足 客观方面 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就是多年来高度依赖农民工的体制 供养出一个极为庞大的 寄生性权贵群体 这个群体不仅拥有巨额的私人财产 而且在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中 占有难以想象的高份额 高官高管和专家的退休金 月收入可达数万 是农村低保的几十倍 最近有消息透露 每月退休金超过一万元的人数 可能高达数百万 很明显这是中国经济多年 养出来的一个巨大肿瘤 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究竟有多严重 外界知之甚少 而现在北京当局 已经无法绕开这个地雷 不难想象的是 中国经济还会有类似这样的地雷 或将引爆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终于去除PCR 中国宣布两岸航班快筛取代 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宣布一号起取消 两岸航班登机前核酸检验 因性证明 改以快筛取代 往来两岸的台湾民众 终于放下了心中大事 航空业者也不用再因政策与执行问题 面对旅客询问 质疑 松了一口气 中国大陆国台办 3月30号晚间宣布 4月1号起 两岸客运航线往来旅客 免准备48小时核酸检测PCR 阴性证明 改为申报 24小时内快删阴性结果 一名在中国的航空业相关人士 接受中央社采访时 已松了一口气 形容政策松绑 他提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 公司收到关于往来两岸相关的询问 除了航班航点的问题之外 最多的就是是否需要准备核酸检测证明 这名人士说 不少来电询问的民众都会说 我朋友说没有查 社交平台 微信群里的人说不用 这类的旅客 其实已经心有定见 就是不想要做 只是要航空公司 给他们保证而已 但他表示依当时官方规定 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是必要 虽然确实有很多业者都已经没有在检查 或者是抽查 但是航空公司不可能跟乘客说 不需要准备 这名业界人士说 这段时间内 第一线的客服人员确实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而如今随着官方的正式公告 终于能够告别模糊的情形了 随着政策松绑 近日往来两岸的航空公司已经陆续发布了免48小时PCR阴性证明的公告 除了台湾的中华航空长荣航空之外 也包含中国大陆航空 如中国国际航空 南方航空 深圳航空等 一名在上海从事餐饮业 近日计划返台处理事务的临性台商 告诉中央社 这一段时间一些往返于两岸的朋友们确实都为了要不要做核酸而感到困扰 有些人乖乖配合规定 也有人选择赌一把 他提到相较于在上海的核酸检测一次不到人民币20元 台湾目前仍要新台币2000多元到4000多元不等 是一笔不小负担 此外不论从大陆返台或台湾出发 都还要另外安排时间到医疗院所检测 也是不少人不愿意做核酸的原因 有了正式的公告 大家心上的石头总算是可以放了下来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广州扫墓要先人改名 先人名字不能包括敏感字 据自由亚洲报道 清明节将至广州市政府推出清明记扫网上预约平台 要求至4月底前到区内殡仪馆公墓骨灰楼等殡葬服务 厂所记扫要办理实名预约登记 不过网友依照指示预约到填写先人姓名时 却跳出先人名字不能包括敏感字的字样卡关 让网友质疑是否要让先人改名才能预约 广州市政府网站3月17号发布 广州市2023年清明现场记扫网上预约指引 要求市民4月底前扫墓要提前7天预约 指引随后公布了预约入口 即广州民政微信公众号及预约步骤 网上预约开放时间 预约实名制 预约车辆 入场验证 服务地址 电话等等 不过从上月30号起陆续有市民反应 预约系统出现 先人名字不能包括敏感字 填写后仍预约失败 市政府则回应称 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打电话反应 有市民留言指 市政府连去世先人名字都要管 真是花天下之大吉 批评清明节扫自家祖先坟墓还要预约 而且不准先人名字有敏感字 实在管得太宽了 有网友讽刺说 莫非要让先人改名才能扫墓 也有人留言 应该让先人本人来预约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郭文贵2500万美元申请保释 监方称其是危险人物 习近平手中无人 央行洗牌 便宜了旧相识下属门生 北京报复美国打到自己 习近平扶植的半导体受伤 中国大妈无耻大闹日本 恶意挑衅警察 海南再出招 民企上市最高奖励500万 50岁以上中国人被踢出就业市场 中国女生泰国遭绑架后弃失 北京推5万元太空葬 网友群潮制造太空垃圾 好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郭文贵2500万美元申请保释 根据郭文贵律师团队3月31号向曼哈顿联邦法院提交的保释申请文件 郭文贵提出了一项总额高达2500万美元的保释方案 其中包括5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其他资产 如果获得保释 他将在其期位于康州住所进行监视居住并接受软禁 律师团队表示郭文贵将受到一家保安公司的24小时监视 至少有一名保安随时在场 检方在3月31号拒绝就保释申请仪式置评 3月15号郭文贵被捕时 检方在拘留决定书中写道 郭文贵有严重的潜逃风险 且其罪行持续且不断演变 会对公众构成威胁 54岁的郭文贵面临电汇、证券、银行诈骗等多项指控 涉案金额高达10亿美元 检方指出郭文贵在挪用巨额资金前 对其数十万网络粉丝撒谎 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表示 郭文贵依靠犯罪所得过着奢尼的生活 他购职了5万平方英尺的豪宅 价值350万美元的法拉利跑车 他的两张豪华床垫每张价值3.6万美元 还拥有一艘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 郭文贵在被捕时并未表示异议 但是一名律师稍后表示将寻求保释 律师团队还强调 自2015年移民美国以来 郭文贵总共只有过三次出境记录 且在2017年以后就未曾离境 他们还称 如果郭文贵离开美国 中国当局将让其面对无法承受的生命危险 且郭文贵的妻子和女儿 也都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 而郭文贵不会离开家人 在保释申请中 律师团队还表示 在严格监管条件下 郭文贵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 郭文贵曾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在由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败运动中 包括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在内的 郭文贵的亲友受到了打击 郭文贵本人也在2014年离开 后来郭文贵在互联网上 开始虚实难辨的所谓爆料 揭露中国高层人物的腐败 中国当局则指控郭文贵犯有性侵 绑架贿赂等罪行 郭文贵反驳称这是对他爆料行为的打击报复 郭文贵此前还与前总统川普的政治顾问 同样为著名阴谋论者的班农 有着密切的往来 后者被联邦警方逮捕时 正是在郭文贵的豪华游艇上 川普在卸任前运用总统职权对班农进行了特赦 值得一提的是 郭文贵曾在今年2月于直播节目中宣布 将于6月初在线拍卖未接种疫苗的精子和卵子 这一拍卖行动显然应合了已被戳穿的阴谋论 接种新冠疫苗会导致大规模不孕不育 郭文贵当时称已经储存了近6000枚卵子 以及来自反对疫苗人士的几百万枚精子 我们将拍卖最好的精子和卵子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精子 郭文贵强调拍卖将允许使用数字货币 且对所有种族和民族开放 目前尚不清楚郭文贵的被捕是否会影响这一拍卖计划 但是郭文贵的支持者则将其誉为人类新时代 认为为接种疫苗者的经验有望成为下一个比特币 新闻媒体监督组织NewsGuard的健康编辑格雷格里 对法新社表示 郭文贵的拍卖计划是在试图为疫苗损害生育能力之错误说法进行粉饰 尽管有大量医学研究表明 疫苗不会伤害男性或女性的生育能力 但反疫苗误导人士还是为这一说法推波竹篮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英文媒体中国简报 为本台提供的金融业者特约分析师刘小红的独家分析 谁是央行高管洗牌的最大赢家 文章说最近一年来 中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高管频繁变化 日前中国银行一个月前提前退休的董事长刘连科的被审查 调查的消息更是令人震惊 一连串的人事变动 仅仅标志着习近平对金融口人是大规模清洗的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金融行业由于种种原因 市场化改革之后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 人事更是掌控在王岐山周小川 陈源朱镕基等人的手里腐败丛生 过去几年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 大体稳住了金融风险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 中国决定重塑金融监管体系 与此对应的是大规模的人事清理 上面的那几个人的门生顾虑 该退休退休 该抓的抓 该边缘化的边缘化 取而代之的是大量1970年左右出生的新一代银行家 到目前为止 人事调整的最大赢家 是工商银行的董事长陈四青 生于湖南的陈四青 长期任职于中国银行 其中2000年到2002年短暂任职于中国银行 福建省分行与习近平建立了私密的直接联系 陈四青在中国银行培养了大量的门生孤立 凭借陈与习的特殊关系 以陆续占据中国主要商业银行 中央银行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岗位 这些人包括刚刚就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长的郑国宇 刚刚调任建设银行副行长的王斌 今年底调任海南副省长的陈怀宇 去年底担任光大银行行长的王志恒 2022年8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张清松 陈四青在工商银行期间提拔的干部 也开始调任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担任领导 如新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张晓东 相信未来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还会向外输送更多的干部 陈四青的门生飞黄腾达 以及以中国银行新任董事长葛海娇为代表的专业背景 相对单薄的几位国有商业银行的新任董事长 反映的是习近平自身在金融口的人马极其匮乏 目前在不断的人事清洗中 只能用老相识的老下属和相对年轻背景简单的银行家 把位子先占上 也预示了新一代国有银行的领导 未来仍会不断调整 巧合的是今天是低调的陈四青先生的生日 也应是逃离满天下的陈先生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 在动荡之中独善其身 遗属难得 转身离开前提携了一片后背 更是难得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北京报复美国打到了自己 习近平扶植的半导体受伤 据自由财经报道 拜登重击中国半导体 北京也出手报复 对进口自美国最大记忆体制造商 美光科技的产品 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结果连带打到一大票中国半导体厂 美光在中国最大客户 江波龙必定会受到重击 而中国国家大基金又是江波龙的股东 等于网信办出手审查美光 连带伤到习近平重点扶持的半导体企业 美光近期衰失多 日前才公布截至3月2号的2023年的第二季财报 营收36.9亿美元 年减52.6% 调整后 EPS为-1.51美元至-1.65美元 毛利率-18.5%至-23.5% 作为全球三大记忆体生产巨头之一 美光面临的长期生存风险很小 但要想从记忆体行业低迷不振的困境中爬出来 仍然很辛苦 中国还趁美光绩效低迷之际打了美光 以报复美国围剿中国半导体 网信办在3月31号对进口自美光科技的产品 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为美中两国日益高升的半导体战争开启新战线 也引发中国业者议论 资料显示 2022财年美光来自中国客户的营收占比仅10.7% 比重并不高 但美光有较大一部分并非是中国实体所购买的产品 最终也流入到中国 被用于相关产品的制造 美光在中国的主要客户为OPPO Vivo 小米等手机厂商 美光移动业务部门收入很大一部分 就是来自这些中期 另外美光除了在中国销售自由品牌产品之外 也向OEM厂商销售产品 提供中期将其封装成相应的记忆体模组产品 江波龙和百围存储等厂商 都有采购美光的记忆体芯片 来设计和制造自由品牌的记忆体模组产品 其中2019年到2021年间 美光都是江波龙第一大供应商 占比超过三成 三年累计采购金额超过77亿元人民币 美光也是百围存储第一大供应商 占比也逼近三成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国家大基金还是江波龙的股东之一 北京审查美光 等于打到了重点扶持的自家企业 中国媒体认为 倘若网信办对于美光在中国销售产品的审查 包括第三方基于美光金元或芯片制造的产品 并且在审查过程中 要求相关产品暂停销售 就会波及江波龙 百围存储等模组制造商 并连带影响到相关的存储控制器供应商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无耻中国大妈大闹日本 恶意挑衅警察还大好要人权 据自由时报报道 随着各国疫情逐渐趋缓 日本也重启国门迎接各国游客来访 不过并非每个国家到访的外国游客 都具有现代文明的基本礼貌 近期有一段中国大妈恶意挑衅日本警察的影片 在推特上吸引高达数百万人观看 影片甚至还被疯传转至各大社交平台上 并引起各国网友热议 专门分享日本各种时事趣闻的推特账号大学生故事 在上个月29号分享了一段影片 为一名身穿粉色T恤的中国大妈 一手握着赤红色羊伞 一手拿着喇叭扩音器 不断故意对眼前的两名日本警察 尖声高喊抗议要人权等词句 甚至还试图伸手攻击警察的脸 而警察则是一脸无奈的看着这名不断撒泼的中国大妈 影片曝光之后 立即引起不少日本网友关注 并纷纷留言表达对这名中国大妈的嫌恶 中国人真的好讨人厌 支那人能不能再冷静一些 他长得好像一只来势汹汹的老母鸡 如果我能闭上眼睛 我只能听到猴子的叫声 最近日本有很多长得像人类的外国野生动物出没呢 不如直接逮捕这嘴巴很臭的死老太婆 警察真的是辛苦了 影片事后也被转载到脸书YouTube等社交平台 各国网友对此纷纷嘲讽 这位大妈做了不敢在中国做的事情 为什么有种在看动物星球频道的感觉 在中国的膝盖动不动就下跪 在国外嗓门倒是挺大 他们一直觉得言论自由包含可以骂别人跟侵犯别人 另有少数看不下去的中国网友痛批中国大妈丢脸丢到国外 取消签证遣送回国 换上中国公安城管的制服 大妈立刻就乖了 欺软怕硬 敢在中国警察面前吼吗 马上关你15天 这要是哪天日本排华 作为华人 我只会感到遗憾 一点不冤 这群杂种就是因为他们 我们出国一到国外 人家都以为我们也跟这个老杂种一样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海南在出招 民企上市最高奖励500万 为了全面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 落实习近平把民企当自己人喊话 各省纷纷出台里多政策 即宣布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补就不补后 海南端出更具体的鼓励政策 民营企业成功发行上市最高给予5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财联社报道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其中提到对民营企业上市予以财政支持 2025年12月31号前 企业上市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受理的 给予100万元奖励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户注册 并在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的企业给予500万元的奖励 对成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基础层挂牌的企业给予30万元奖励 基础层转入创新层的企业再给予40万元奖励 对直接在创新层挂牌的企业给予70万元奖励 对成功在省内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企业给予20万元奖励 对于海南大动作提振民企经营信心 不少人持正面肯定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 认为不明白为什么要奖励上市公司 真是有钱的会越有钱啊 上市了也不缺那500万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50岁以上中国人被踢出就业市场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限制措施后 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 越来越多的老年农民工被抛在了后面 截至2021年的10年中 50岁以上的农民工人数翻了一番多 达到了8000万 而其他年龄组的工人人数则下降了16% 中国不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 迫使退休年龄的农民工继续工作 缺乏专业技能加剧了他们的困难 雇主正在优先考虑年轻工人 从事为数不多的低技能制造业工作 而高薪职位对大多数移民来说 仍然遥不可及 全国工厂对求职者的年龄限制 在40岁甚至更低 官方数据显示 超过三分之二的19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 只完成了初中学业 而只有五分之一接受过专业培训 年长的工人不成比例的缺乏高等教育和技能 这些教育和技能将使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过渡到高薪或低强度的工作 北京最近发起了一项运动 为农民工提供免费职业培训 以解决技能短缺问题 但该举措针对的是年轻工人 社会保障覆盖面不足和储蓄很少 是许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 留在劳动力市场 通常是临时的低薪的工作 官方数据显示 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农民工 缴纳过社会保障税 其中许多人从事非正式工作 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 支付了15年的月供 才有资格领取价值数千元的城市养老金 大多数人每月领取不到200元人民币的农村养老金 只是工厂或建筑工人工资的一小部分 中国女生泰国遭绑架后弃尸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泰国暖雾里辅邦梅南警局 本月1号在顿卓萨拉亚寺附近的 一片香蕉林的水沟中 发现一个塑胶带里面装有一具女尸 手脚被捆绑且有被殴打的痕迹 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已有约三到四天 死者为日前失踪的中国留学生金灿 嫌疑人为三名中国籍男子现已逃离泰国 警方对死者生前行动轨迹进行调查之后透露 死者大一至大二期间均为网上授课 刚于今年上月初入境泰国已继续完成学业 监控录像显示 死者曾于上月28号打第一式 前往暖雾里辅的一家百货公司 随后失去踪迹 经调查死者父亲在上月29号 曾收到来自嫌疑人的勒索资讯 要求其将50万元人民币转入一个中国账户 但由于不确定女儿的具体情况 其父亲没有在第一时间给歹徒转账 警方表示三名嫌疑人为预谋作案 他们在巴尼亚地区租了住所和车 经常徘徊在这一带 经泰国警方调查 三名嫌疑人已于上月30号离开泰国 正进一步搜集整理相关证据 警方表示 曼谷一所大学负责中国留学生事务的老师 上月31号前往警局报案称 一名音乐专业大三年级的中国留学生金灿失踪 当地警方移民局等相关部门立即展开调查 寻找该学生下落 直至当地时间7月1号 警方在暖屋里府顿卓撒拉亚寺附近的一片香蕉林的水沟中 发现了死者的尸体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北京推五万元太空葬网友群潮制造太空垃圾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身后归宿有了多种选择 北京一家航天公司推出太空葬 可将逝者的纪念品或骨灰安置在太空中 对此网民反映两极 有人认为有心意 有人则担忧制造太空垃圾 据粉丝过百万的微博用户China航天发布 北京一家航天公司将于4月5号发布全新的太空产品 包括星葬、中国太空葬和太空寺庙等创新性产品 两种产品分别是将逝去的亲人安置在太空中 和透过太空寺庙为自己祈福 据中国媒体报道 该公司负责人澄清 由于去年是第一次发射 为保护珍贵的纪念品 去年只是尝试将近50人的纪念品 通过长征系列火箭上的两颗卫星送进了太空 如项链、戒指、乳牙、福奇结发及一些去世者的纪念品等 目前公司尚未正式将骨灰送进太空 预计今年开启征集 技术上是可行的 负负责人还介绍公司的心脏卫星发射前 已经通过国防科工局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批 拥有发射许可证 所有能审批发射的卫星都有一个大的前提 就是能正常完成通信或摇杆功能 纪念品或骨灰只占据很小的空间 镶嵌在卫星内 不会抛弃到外太空 价格方面 食物太空葬太空纪念星河根据尺寸不同 定价不一 分别有直径高度10毫米15毫米和30毫米三种尺寸 最大装载重量在10克到80克不等 价格从低到高分别为5万元人民币 12万元起30万元起 最便宜的是 记载逝者的照片目指名的太空领位 镶嵌在卫星中售价为1.98万元起 对此网友评论不一 有人认为这是噱头变相圈前割韭菜 也有人认为太空葬可以搞一搞 有一定市场 表明航天时代真的到来了 还有网友在探讨该殡葬模式的可行性 会不会影响科研卫星运行 是否会造成太空垃圾 有专家认为太空葬作为一种新型卫星用途 说明航天科技的商业价值正在被人们关注和开发 但由于意识超前和费用问题 目前针对太空葬的业务还比较少 社会接受度也需要继续深入调研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的PayPal链接 指寻我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 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都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的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 使用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 中国不太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动摇 但欧盟谈判可能是起点 南华早报报道 专家表示 在与法国总统埃马纳埃尔 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的会谈中 中国不太可能改变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 但对话可能会开始找到共同点 本月早些时候 中国促成了沙乌地 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和解 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的会谈遭到了西方的怀疑 中国 欧盟或法国都无法改变 其他国家对乌克兰的立场 北京大学专门研究中欧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查道琼说 在访问期间 默克尔和冯德莱恩可能会再次敦促北京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来结束冲突 德国总理奥拉夫 舒尔茨 欧拉夫 上个月访问俄罗斯时曾呼吁习近平对俄罗斯施加影响 西班牙总理佩德罗 桑切斯上周在北京与习近平讨论了乌克兰问题 分析人士警告说 在当前情况下 欧盟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因为俄罗斯和基辅都不愿意妥协 讨论可以转向稳定供应链和避免人道主义灾难 乌克兰危机凸显了中国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 欧盟仍然担心与中国在欧盟投资相关的国家安全风险 欧盟周二达成协议 说明成员国采取关税或出口管制等反制措施 以对抗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经济胁迫 冯德莱安宣布 欧盟需要重新评估与中国停滞不前的投资协定 作为其应对北京日益自信的战略的一部分 这里是中国简报 习近平向普京明确表示 谁才是真正的负责人 日本时报报道 中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 都是共产主义国家 但在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后 并不是亲密的盟友 然而 今天 俄罗斯和中国通过反对西方行动而团结起来 促进了两国之间更紧密的联系 这可能对双方都有好处 但据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发号施令 这在他最近访问莫斯科期间很明显 在此期间 他带着优越感 以毛泽东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普京 一些人认为 这次访问旨在为普京政权提供合法性 但更有可能的是 习近平访问莫斯科 是为了向俄罗斯和美国展示谁是负责人 因此 他进一步赋予了中国权力 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影响国际秩序 这里是中国简报 北京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以确保和平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为南海谈判做出了新的努力 旨在更好地管理该地区的领土争端 李强总理在北京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伊布拉辛时呼吁合作 他们签署了五分量解备忘录 涵盖贸易 农业和粮食安全 重点是可能在绿色技术和数字 经济方面投资1700亿林吉特 380亿美元 李克强敦促两国和其他参与海上争端的国家 推进行未准则谈判 以帮助确保水稻的稳定 谈判可以追溯到大约20年前 但由于大流行等原因而停滞不前 中国在其九段线下声称 几乎整个南中国海 但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四个东盟国家 都有相互竞争的主张 行为守则将为解决加强区域关系的长期障碍 提供一种潜在手段 北京在大数据 农业和教育等一系列领域 寻求与马来西亚的综合发展 以确保两国支援区域和全球稳定与发展 美国国家南海研究所的丁夺 在《环球时报》上写道 各国必须确保该准 责策重于危机管理 而不是权力和主张的整合 以说明处理未来的任何争端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国希望与韩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但政治可以搁置一旁吗 南华早报报道 首尔的一位观察人士警告说 中国在人民层面改善与韩国关系的使命 可能会受到两国之间政治紧张局势的阻碍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田 上个月访问了韩国 表达了重振合作机制的愿望 并回顾了两国友谊的开始 然而 中国和韩国之间因与条约盟有美国的关系 而出现的政治紧张局势 中国认为美国的印太战略试图遏制它 这可能会阻碍修负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努力 在首尔附近 部署美国制造的反弹道导弹系统 被视为对中国安全的威胁 也引发了最近紧张局势的加剧 据报道 2022年上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对中国的立场比他的前任更强硬 正如NLG此前报道的那样 最近中日关系也很紧张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国媒体与乌克兰战争真相发生冲突 半岛电视台报道 中国媒体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报道与世界其他的趋大不相同 在中国公民中造成了一种困惑感 虽然许多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场悲剧 但中国官方媒体团结一致支持俄罗斯及其叙事 因此 即使西方媒体报道乌克兰人的酷刑和杀害 以及俄罗斯领导的军事活动造成的破坏 中国媒体也在敦促公民团结起来应对不断恶化的局势 这种资讯真空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 即与中国公民谈论战争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和现实 自入侵以来的几个月里 中国战争报道与全球媒体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 来自广州的布莱恩 唐 巴安泰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 他主要从外国媒体收集资讯 这意味助于主要从中国来源获取新闻的中国人讨论战争是很困难的 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那些拥有国家媒体的国家 长期以来一直被指责报道偏向于对政权友好的观点 特别是如果联盟伙伴关系很重要或有利可图的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前几周宣布的无限有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然而 随着战争的拖延 围绕他的大部分情绪可能会开始改变 人们对战争的持续时间感到沮丧 这对俄罗斯军队来说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样顺利 因此 中国公众可能开始不太关心政府对战争的片面报道 而是专注于迅速解决战争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心关系升级为高科技合作铺平道路 南华早报报道 在两国官员会谈后 新加坡和中国已同意扩大科技和供应链领域的合作 该协议产生了一项联合声明 承诺将两国关系提升为高品质的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 中国和新加坡计划加强在金融 粮食安全 投资 数字经济 贸易和航空等领域的合作 两国表示 将促进全球供应链稳定和平稳运行 维护以既定贸易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 两国还计划进一步改善东盟与中国的关系 并升级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 这里是中国简报 日本抗议中国拘留国民 寻求提前释放 日经亚洲报道 日本外向林芳正 Yosemesa Hayashi 在北京与中国外香秦刚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 呼吁尽快释放一名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公民 林还要求领事准入和司法程序的透明度 上个月被捕的这名公民是日本制药公司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高级雇员 两国当局同意在各个层面保持密切沟通 以改善关系 林氏自2019年12月以来第一位访华的日本外相 他还对中国船只多次进入日本控制的东海间格朱岛附近水域 北京声称拥有主权 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在日本领土附近的联合军事活动表示担忧 林敦促中国发挥负责任的作用 努力实现乌克兰的和平与稳定 乌克兰目前正在保护自己免受2022年2月开始的俄罗斯入侵 对此 秦指出 今年是1978年双边和平友好条约 签署45周年 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来尊重该条约的精神 秦发是要与林合作 促进进一步的交流和对话 以便两国能够消除障碍向前迈进 这次外交会晤之前 美国副国务卿温迪·希尔曼 Wendy Sherman 对中国进行了有争议的访问 她与包括外交部常王毅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 进行了有争议的讨论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国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损失及其收益中吸取教训 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型动式位武器 部队力量 情报和威慑的实验场 可以说明她为自己的潜在战争做准备 特别是在台湾周围 北京希望吸收台湾 美国有实诚诺捍卫 中国研究人袁子系研究了这场创新核战术的战斗 这些创新核战术可能有助于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 中国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和卫星一直是大多数研究的焦点 俄罗斯军方在后勤和补给方面的缺陷 以及情报方面的失败 他们还认为 普京总统用核武器威胁西方 因此扩大中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 可能是未来的一种选择 更广泛的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麻烦 似乎使中国官方的观点更加强硬 即北京和莫斯科一样 是美国领导的混合战争运动的重点 其中包括经济制裁 技术禁令 信息运动和网路攻击 中国密切关注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数千枚毒刺 标枪和其他导弹 设备和情报 以说明打击俄罗斯军队 一些人猜测这将如何影响台湾 俄罗斯军队一直受到武器和弹药短缺 以及情报失败的困扰 导致进展停滞不前 士兵丧生 大部分研究的重点是北约国家提供的设备和情报 例如 中国对乌克兰使用Starlink卫星链路来 协调攻击并规避俄罗斯关闭通信的努力 印象深刻 Starlink说明乌克兰军队维持通信和直接攻击 即使在数位基础设施被摧毁的地方也是如此 台湾军队也开始研究这项技术 中国陆军工程科学家建议美国可以在与中国的冲突中使用这种技术 换句话说 破坏或摧毁他们的方法 这里是中国简报 普京透露 白俄罗斯计划后中国强调反对核战争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在讨论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决定时表示反对使用核武器 美国称此举是俄罗斯试图制造对核战争的恐惧 以赢得乌克兰冲突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证实了弗拉基米尔 普京宣布俄罗斯战术核武器将出于国家安全原因部署到白俄罗斯 并暗示俄罗斯也可能在那里部署战略核武器 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重申不得使用核武器 不得打核战争 并谈到中国自1964年获得核电以来对防御性核战略的沉默 会后 美国副大使罗伯特伍德 Robert Wood表示 俄罗斯正在操纵核冲突的幽灵 这里是中国简报 马克龙访华 日本央行新任行长亚行经济展望 日经亚洲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索拉 冯德莱恩本周将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要讨论的问题包括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 因为北京面临来自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 抵达中国后 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将要求中国合作 说服俄罗斯结束在乌克兰的战斗 北京是基辅一直在寻求支持的国家之一 尽管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中立立场 习近平将如何回应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最新呼吁还有待观察 台湾总统蔡英文继续他的中美洲之行 预计他将于4月5日在洛杉矶中途停留 途中他从中美洲国家的外交访问回来 据报道 已安排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会面 这次会议如果举行 正值北京对台湾与美国关系发出警告之际 蔡英文访问洛杉矶之前 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不断上升 正值紧张局势 北京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并发誓如果会议继续进行 将坚决反击 自2013年3月起担任日本央行行长的黑田东燕 将于4月8日结束任期 届时他的任期将由学者 前日本央行董事会成员上田一夫接任 黑田东燕的最后一年的特点是通胀上升 对金融部门稳定的担忧 以及全球经济放缓 黑田东燕也是手下安倍晋三的安倍经济学计划 和日本央行推出高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支援者 由于日本经济前景疲软 部分市场出现金融不稳定的迹象 以及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 预计即将上任的行长将为持病 可能深化旨在刺激该国增长和提高通货膨胀的政策 这里是中国简报 走钢丝 台湾总统如何驾驭美国和中国 纽约时报报道 在明年卸任前对美国的最后一次访问中 台湾总统蔡英文希望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与美国领导人建立台湾的地位 她与美国建立了自近30年前 成为完全民主国家以来最密切的关系 获得了美国和武器的非官方支援 这为其他未正式承认台湾政府的人 创造了扩大关系的空间 包括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 蔡英文还努力反击中国 但没有公开对抗这个经济和军事巨人 距离台湾海峡仅100英里 私下里 蔡英文把自己的职位比作走钢丝 而作为模特 她把目光投向了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Angela Merkel 她和她一样 都是从学数捷出来的 在这次访问纽约期间 蔡英文看起来平静而放松 表现出一些 她通常未亲近的人保留的讽刺幽默 这是这位台湾领导人 在她任职七年后 每天都在无情的压力和胁迫下 她乐观而有趣 像一个熟练的政治家 一样与美国观众联系 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亚太区安全主席派翠克 M.克罗宁 Patrick M. Cronin 说 蔡英文15年前成为该党的领导人 被称为技术官僚 而不是变革性政治家 最初被视为一个过渡时期 相对弱势的领导人 她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社交媒体和宠物政治 与台湾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 尽管蔡英文在与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 Taiwan Taiwan Affairs Council 的中国官员合作方面 有助丰富的经验 但管理中国关系却更加困难 在2016年的就直言说中 她希望北京能够参与进来 但对他们的不妥协感到震惊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为是谋中国在做大事方面如此糟糕 彭博社报道 中国为开发先进半导体 和组建一致有竞争力的 国家足球队所做的昂贵努力 只产生了浪费 贪污和失败 虽然过去十年中 23500英里高速铁路网络的建设 证明料国家有能力将资源用于 单个专案 但在开发高端晶圆方面缺乏成功 以及足球计划 未能改善中国的表现表明料 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巨额资金都针对这两个优先事项 负责官员窃取了大量资金 在某些情况下 阻碍这些项目的官员 一直在发布刑军命令 尽管如此 中国仍在继续筹集资金 在晶圆制造方面筹集了1430亿美元 而据报道 中国足协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 这里是中国简报 沙特和其他石油巨头宣布意外减产 南华早报报道 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主要产油国宣布从5月到年底 每天意外减产115万桶 此举可能会提高全球价格 这些削减是去年10月令美国政府感到不安的削减之外的 油价上涨可能会加强俄罗斯的财政状况 并加剧与美国的关系 沙特能源部表示 其中50万次减产将与欧佩克和非欧佩克成员国协调进行 但没有透露任何参与者的名字 这些减产量不到沙烏地阿拉伯 2022年平均每天1150万桶产量的5% 一些专家表示 沙烏地阿拉伯热衷于稳定油价 以资助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专案 这些专案与王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 Mohammed Bin Salman的2030年愿景计划有关 以彻底改革经济 与此同时 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美 ARAMCO宣布去年的利润为1610亿美元 与2020年相比增长了45.5% 该公司计划到2027年 将产量提高到每天1300万桶 自2018年沙特持不同证件者 贾麦勒卡舒吉 Jamo Khashoggi 贝沙以及沙烏地阿拉伯 在叶门的长期战争以来 长达数十年的美沙联盟 一直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上周 沙特阿美宣布将在中国下游石化行业 投资数十亿美元 批评人士认为 美国需要超越化石燃料 寻找石油的可持续替代品 这有助于减少全球排放 并避免与石油地缘政治有关的冲突 谢谢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更多及时的新闻 请看六度世界 3w.66.world